美国加州排舞协会在盛河西总部举行感恩参会 感谢会员踊跃参加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的各项活动 要支持桥社活动拥护政府 而当天呢也为当月寿星举行庆生活动 度过难忘的感恩之夜 金山湾区华人运动大会是湾区桥界的一大盛事 美国加州排舞协会每年都会在华用会中热情演出 为了感谢会员们踊跃参与 海舞协会今年也举办了感恩参会 驻周金山办事处长马忠林康立 乔务委员王维 蔡秀美都出席同乐 你们每一位都是我非常非常感谢 谢谢各位在华运的同堂会 还有就是华运会的分立 今天能够来到这边向各位 其实向各位自谢 当天主办单位安排了卡拉OK 让贵宾及会员们能尽情欢唱 排舞协会50位会员 在会长林桂香鼓励下 参加华运会筹款晚会服装走秀 他们接受围棋十周的训练 在服装化妆走台步等课程受益良多 并将上课的训练费用 全额捐赠给华人运动大会 Kate老师他是从我们这个 出发晚会一直到我们的华运 尽心尽力 当然我们太多太多的忙 所以我要感谢他 感谢老师尽心尽力 在为我们华运做所有所有的努力 今年的排舞比赛有18支队伍参赛 8至80岁的100位会员们 透过排舞比赛欢乐联邑 各队队伍尽心尽力发挥所长 不仅在五步创新 服装设计多比往年进步显著 排舞协会透过参与侨胜活动 表达支持拥护政府的热情 也凝聚侨欣 最后大家共享丰盛的美酒佳肴 在长达七小时的活动中 同时为当月生日的会员庆生 度过美好难忘的一天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出 美国盛和熙 采访报导